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集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关于恒大方面的事件 恒大可以讲得上破产案就完了 但其实是否代表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已经结束呢?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买楼的人曾经相信楼是最安全的投资 这种信念曾经令到中国房地产业成为经济支柱 但过去两年来讲 很多房地产商已经面临巨额债务危机 房屋销售大跌 这个楼是最安全的投资 这个信念已经成为赔钱的投资 而失去了对房地产的信心 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所要面临的严重问题 原本预期消费的需求在解除了严格的疫情管制之后 将会增加和拉抬经济复苏 但房地产市场始终都是比较差 所以就拖累经济了 而香港方面恒大在29日就被香港法院强制清算 不单止是令到房地产会受到影响 甚至乎现在碧桂圆都已经传出有机会被人做清算 这个衰退持续多久呢? 而报道引述法国外贸银行首席 亚太经济学家艾雷洛的说法 市场仍然未足底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报道提到2021年以来 已经有50多间中国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违约 包括曾经主导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大企业 恒大、碧桂圆 这两间其实就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龙头 那他们的楼盘可以说得上 涵盖了中国一二三四线的城市 覆盖率是很高的 恒大现在就身陷财务风险 爆雷就是所谓的 那其实碧桂圆当时是一直都叫他做戒无饭生的 但他竟然在十月都已经传出债务违约了 那为什么无饭生会传出债务违约呢? 那其实最简单一个点就是 那些楼卖不出了 那些楼如果买得出,个销售额好的话 碧桂圆不会变成今时今日这样的状况 他卖楼现在只是能够去到收支平衡的一半 即每个月碧桂圆是要贴钱的 他现在只能够缩减开支 缩减开支的同时就是卖自己股东的家产 他帮进去公司那里 拿到公司是有钱做保交楼 因为保交楼他做不好的话 他是会和许家印同一个下场成为街下囚 而碧桂圆去年12月未完工的楼盘 预售额是人民币69.1亿 和2022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69% 那代表些什么呢? 代表公司未来收入的重要指标 已经连续下跌了9个月 其实他是由4月份开始急速下跌 一直跌到现在 那他的负面新闻越出 那些人就越不敢去买他的楼 那因为呢 你想下 如果我是一般消贵者 你不过原谣啦啦在说爆雷 又说外面破产 那我还敢买你的楼? 我一买你的楼啊 就马上变爛尾楼啦 人家不怕的吗? 人家买楼呢 是叫做个首期 可能存了好久好久好久的 那一买了下去 变爛尾楼 不单止那些钱没了 可能还要整条素贴上身 那当然现在不用住 那因为爛尾楼 他就说你不用供款住啦 那但是你个首期都不见了嘛 你买不到一个自己的安乐窩去按居落业嘛 那所以这一个可以讲得上是叫做恶性循环来的 那今年呢 2024年中央政府呢 会不会介入去阻止这个低迷发生呢? 那其实中央是有介入的 是取消了好多限购的政策 但是好像我刚才那样讲啦 恒大的楼你敢不敢买? 你不过人的楼你现在又敢不敢买? 即如果你这两种楼盘你不敢买的 其实他们的营业价格 和公司状况不会变好的 他只能够是不停去顶住做交楼 可能那些楼起好之后呢 他卖现楼 这样可能回到下血 但是如果是大家对他的信心不足的话 一直这样搞下去呢 可能连他之后的楼盘都不会好买得去哪 那其实为什么呢? 整日将恒大和雷曼兄弟摆在一起呢? 那最主要就是雷曼兄弟 他们当时呢 那个数是六千亿的美金 是零八年啦 六千亿的美金大概是和恒大条数差不多 都是两万四千亿左右 那恒大现在都是这个这样的负债 超过两万亿 那而恒大呢 就被人判了要进行这个清算 或者破产了 就委托了一间专门处理破产案的 安卖顾问有限公司 去负责做清算工作了 安卖的角色呢 就是帮助债权人 尤其是为恒大提供过贷款的海外投资者 去取回部分资金 而安卖的高管呢 在香港高等法院记者表示 他们是会和恒大的管理层开会 去确保下一步的行动 而他们讲到 他首要任务是尽可能保留 重组或者继续营运恒大的业务 而他同时提到 安卖将会和恒大的管理层合作 去尽量减少干预的方式 令到债权人获得还款 如果是按照这间这样的顾问公司 清盘顾问公司 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恒大的处境 是没有我们想到那么差的 不过他提到 在搞清楚恒大剩下的资产 和如何将它分配给债权人方面 安卖是需要和恒大管理层合作的 如果清算进行得不顺利的话 安卖可以将案件提交给中国大陆的法院 但是这句说话其实有问题的 你将香港的判决提交给大陆的法院 大陆的法院受不受理 如果受理了你的话要审多久 到你审的时候 其实可能都已经又要三几年 跟着你再做一个大陆全面的清算破产 可能又要搞八到十年 即恒大这件事只是开始 是有排都还未会结束 好了 其实恒大现在是归哪个管呢 最简单就是归这个安卖管 安卖将会取代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会 而恒大集团是没有公司来的 是管理核心房地产和很多实体 包括它的汽车开发业务 但是恒大方面是有政府的角色在里面的 有政府的人在里面 安卖想要做到你所谓的清算 其实不容易的 你大陆的政府是不会想 给恒大的债权人 拿到他们公司在中国的资产 因为拿到中国的资产 就意味着保交楼不用做了 所以这一点只是明面上账面上 你看到其实大陆的恒大现在的影响 就未见得上很重 因为如果影响很大的话 通常只有即时死亡 但是现在它又条条废 又未去到即时死亡 而且恒大是有几百间子公司的 你要查这些子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做一个这样的破产清算 查了那么多间子公司 大陆方面你要入子申请破产 或者是要将香港的判决拿到大陆用 你是要将恒大的资产查清查错的 它是秉承着一个 哪个举证就哪个拿证据出来 几百间子公司 你全部要查出来 我当你查出来了 然后大陆就要核实了 它慢慢跟你做 这里你觉得会搞几多年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恒大一间公司 为什么对大陆 那么大影响那么重要 其实主要因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公司 对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 恒大现在这个破产 或者清算是一个市金石来的 恒大的清算 亦都是给他们看着 大陆对于这些破产法 或者是中港之间的破产案件 是会怎样处理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会直接影响到 中国企业去外国发债的动作 你想下 恒大这个事件搞成这样 如果碧桂园又是这样 你们认为大陆的公司 再去外国发债券 他们的一个成功率有多高 我想只会剩下港澳的人买 但是港澳都买不到多少这些债券 而且在中国来说 房地产公司的重组交易和清算 是一个比较新的事件来的 而且是涉及到一些 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 包括是管理着 美国工人养老基金的公司 而香港法院原来 还有几十宗 和恒大类似的案件 是审理着的 所以说恒大这个事件 其实对中国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了保交楼之外 亦都是要看下 怎样处理安排好 就算是官媒都说 恒大是坏孩子 但坏孩子还坏孩子 保交楼都仍然要做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